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捧场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是苏宇荣 然后专注于互联网的这种时序处理和时序管理这一块 我觉得到场现在剩下的应该大部分都是行内的朋友 能看得出来 然后我现在是IoTTP和TS5的PMC Member 然后同时也是StreamPibs的Committer 刚才我们也看到StreamPibs的同学算是齐聚一堂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要是在IoTTP 在这种流出力上面的一些应用 之前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在COC上算是第一次发布了 这个流出力引擎的这个概念 但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雏形 那个婴儿还戴着整腰裤的那种阶段 那经过一年的迭代呢 我们现在应该说是得到一个比较长驻的发展 在这个内核稳定性和应用上面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扩展 那今天带来的三部分内容我觉得算是一个梳理 那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理解的端并运场景上的一些挑战 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是基于这些挑战怎么去设计这种流出力框架的 它和Flink肯定不同 我们是怎么去做一个取舍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这边基于流出力的一些应用的场景 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挑战的事情 那从场景上来看 我觉得我们在数据库内 数据库间和数据库外 都会有一些端边缘融合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数据库内 我们可以想到有一些实时的告径 有一些边缘的流逝计算 然后呢也可以有一些聚合和一些聚合的物化 那数据库间的话呢 其实这个场景是在这个端边缘上比较常见的 我们说数据流转 那第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去构建一个这个双核的集群 我们在构建集群的同时 去做一些降采样来达到节省成本 节省带宽的目的 然后我们呢在一些特殊的工况下 比如说这个电力场景 我们有这个跨网闸同步的这个能力 然后呢在一些比较要求高的场景里面 加入一些SSL的加密 那是数据库间 那数据库外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想到 它主要是一种数据边跟CTC的一些处理 推送 那消息对LAM的一种模拟 然后呢也可以去对接流出领形 比如说CTC的Connector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数据的备份导出 所以我们去做一个总结的话呢 其实整体的特点应该就是 简单的一个数据推送服务 加一个状态的一个计算 OK 那我们以现有的一些大部分的解决方案上来看 那以这个数据同步的场景为例 是怎么去做的呢 那可能就会在两个实际数据库之间 去构建 利用这个通用的计算引擎 或者说流引擎 去构建一个ETL的一个场景服务 那我硬称认为是开心全脚筒 不过是打引号的 那为什么呢 从三个视角来说 第一个就是从软件架构的视角 那其实我们会想到这种ETL的方式在端测 可能完全是不适用的 资源完全不可能给你开展起来 那也有一些高射炮打蚊子的一些嫌疑 那我们再去从更内核的技术上去说 这种数据在多个精神间流转 多次的读写转发 它的上限可能是会很低的 那我想这个做端测的应用的同学 会有这个心里面的感受 那从运维的这个同学视角上来说 那肯定就更麻烦了 组件多 资源占用多 五年性差 我搞个flink 我可能还要搞个ZK 卡不卡 还需要一个ZK 那这个事情 我这个运维的同学 本身是不想去考虑的 但没有办法 那万一出问题了 领导还要找我麻烦 这个不行 那从开发人员视角上来说 我们就以做flink的这个东西为例 那它的学习成本 大家如果做flink开发 应该知道 比较陡峭 并不是我们在场的 这些做内核的同学 能够想象得到的 那跟很多的业务同学聊了之后呢 他们会觉得 我即使开发好了 调游也很困难 那我就不行了 外包 我觉得这一套方案的话 其实完全不适用于 这种端边云的场景 那怎么办呢 那有一些这个 实际数据库的厂家 我们看到 会在这个实际数据库之间 去引用一个这种 企业级的工具 但是呢我想说 这样的这种做法 其实本质上还是没有 过来说我们前面说到的三大特点 那它的产品形态 其实进化 我觉得并不彻底 那架务上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基于这样的一个底层思考 我们去说 设计了这么一套端边云 流出力的这种框架 那我们为端边云融合 做了一种 轻量级的数据库内的 流失计算的一个能力 我们来看一看 总结上来说呢 我们觉得有六大方面 是需要去考量的 第一大方面就是可用性 这块呢是说 在分布式的产品下 它应该支持一个 高可用的能力 那计算任务呢 应该是可以容忍副本失效等问题的 可以借助这个数据库内的这种 高可用的方式 去做一个这种Failover 那第二个呢 就是计算的可靠性 这块主要是强调一个计算语义的问题 我们希望呢 提供一个at least once的一个语义 其实我们说exactly once这个东西 在技术上很牛 但是实际上呢 在我们这种边缘这种 场景上来说可能价值不大 所以简化系统的目的的话 我们做到at least once OK了 然后容错性这块呢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去做 比如说端边云协同的数据流转 它肯定是要有一些 这个进度记录的 在Raw环境下 一旦出错 我要能支持自动重算 断减重算这个能力 那性能上来说呢 我们去做了一个库内 我们说是一个嵌入式的 一个库内的做法 它能做到一个 净存储计算的一个好处 可以最小IO和CPU的代价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对这种场景 进行一个充分的特性的优化 那后面两个呢 可能是对应用性上的一些考量了 那比如说可观测性 我们现在目前呢 已经提供了比如说 接口的电容次数 事件的这个堆积数量 然后处理数据等等 我们提供了一个 比较好看的看板 给大家去看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 过展性 我们其实有一点参考的 这种Fling UDF的做法 就是想把这个能力 开放给大家 毕竟是开云社期望 我们也可以去写一些 这种类似UDF的 这种插线接口 来实现自立逻辑的开发 所以呢 这几块内容 我觉得是我们这个 进入式分布式的 这个框架 所必须所需要的 OK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 思想基础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流处理任务 和流处理引擎之间 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 一个流处理任务 在库内呢 我们就认为 流处理任务 这就三件事情 Source Processor Sync 数据源 数据处理 和数据递送 发送 然后呢 各个阶段的逻辑呢 都可以有独立的 这个插件进行表达 然后各阶段的这个逻辑呢 都去支持了 这种Java SDK的开发 非常的灵活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用户 可以根据内置的 或者外置的一些 动态装载的插件 去把它组合起来 来实现一个 这个流处理任务的定义 那从流处理引擎的 这个内核实现上来说呢 我觉得有几个点 可以提一下的 一个呢 就是Inprocessor 这是它的一个 最重要的特点 不需要去部署 外的一个 模块过的方向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看我们这个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Pep 就是三个阶段 那实际上 定义上是Pep 实际处理的时候呢 它还是Pep 它还是流水限制性的 那一个流水任务呢 我们三个阶段 是分别在三个不同 你可以认为是不同的 线程式上面去执行的 那每一个线程之间的连接呢 有一个这个 对列的方式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我们其实最简单的想 就是Processor这块 可能就是想去做一些 额外的处理嘛 它可能是CPU密集的任务 那Sync的话呢 它可能会对外 划一些数据 或者说对数据库内 做一些直接的误化 那这块呢 就是一个IO密集性的 那CPU和IO密集性的 这两个任务呢 做成流水直线之后 相互不影响 相互不等待 它性能就会 在设计的架构上 就是高的 这是我们的一些思考 OK 那有了这样的一些基础之后呢 我们来直接看看 怎么去用思考 去来定义一个 这个流出力的任务 还是说嘛 三阶段 Source Processor和Sync 那IoTDP Source 就是从IoTDP库内 去捕获编根数据 然后Processor这块呢 就是数据数据 我们选择了Do Nothing 就啥也不做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选择了一个 IoTDP的一个Thrift Sync 就是基于 Thrift协议的 一个连接器 那其实它就是来构建一个 从A到B 数据库的一个数据同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SQL呢 其实就是 以CreatePipe为引导的一个SQL 然后WithSource 填上了它 Source补货的参数 我们可以指定 要补货哪些序列 比如说Root 领星星 这个是IoTDP的一个路径模式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定义 这个时间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这个是它的一个时间范围 有点类似于 这种topic的概念 在消息队列里面 然后我们在Sync里面呢 定义了它的这个 Node URL 接收端的 若干的节点 然后这样一套东西 我们一个SQL进去 这个数据同步就实现了 超级简单 那我们也可以看看 再往下看 就是如果用户想自己去拓展 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接口去做 目前的话呢 我们是提供了 只有Java SDK的这种方式去做 因为LTDP是Java显成的 所以它直接以Java的方式非常轻松 那目前我们可以使用SQL 来动态地装载 卸载用户的这个逻辑 同时呢 也支持使用SQL 在我们的处理过程中 热更新我们的这个任务 所使用的这个插件逻辑 那用户如果他有一些数据导出 变革目的地的这个想法 可以用这个SQL直接实现 然后当然了 我们考虑到端音场景 我们的这个插件的逻辑 这个升级 可以用这种OTA的方式 有点类似于手机的OTA的那种概念 直接去做一个播送 可以指导IoTDP呢 去从一些HTDP这种资源服务器 去拉取这个资源 然后呢装载并启动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只需要你通往 那通往之后 就不需要工程师去做一个现场的运维 这个就很方便 那下面这里有一个语句呢 这个就是Create Pipe Plug-in 就是Pipe的自定义结果的插件 的一个例子 然后后面呢 IS一个选内媒 然后using URL 去指定资源服务器的拉取路径 当然来说 它也可以是一个本益路径 OK 所以这块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种自定义的插件 给做到一个实现 OK 有了前面的这个 我们想处理的问题 有了前面的这个设计基础 那今天主要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 应用上的一些这个介绍 我们不去深入内核 就是说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内核上呢 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负能 首先第一个应用 我觉得也是最主要的应用 就是在这个端编名上 做这个数据同步的这件事情 这里有几个特点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第一个特点呢 无疑就是轻量便捷开箱使用 我们IoTDB 在这个设计版本里面 它也不需要做任何的外置部署 就可以做到 ZiQL一键启动 一键配置的这个能力 我们一个ZiQL就可以把数据 从A到B去做一个扭转 那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发送端接触端 可以支持任地的 这个IoTDB的部署模式 单机的可以 双火的可以 分布式也可以 然后刚才这个谭老师也介绍到 我们这个是支持任意的 这个共识协议的 有一个这个统一的 共识协议框架 没有关系 那我们这个数据同步 也能支持应共识协议 任意的副本数 也能够进行支持 那第三个呢 就是同步规则这块 很多人会关心 这个时间和序列的匹配模式 是怎么样去做区分的 我们这个匹配 去支持权量 历史 实时 按库 按设备 按序列 这都可以 那最后就是一些 网络协议上的一些选情 我们目前的话呢 也支持多种的这种网络协议 也可以去做一些 跨正反向网杂的一个传输 以及加密的这个传输 那第五点呢 是一个 比较有一个创新性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这块 端端端端端数据同步 它支持三种模式 第一种呢 就是一个实时同步的模式 我们来一个操作 同步一个 这种就是基于 有点像MySQL的log同步 那第二种呢 就是批量同步 我们把这个log 展成一批 形成一个落盘文件之后 通过文件的这种 自解析的能力 在IoTDB里面 自装载的能力 去做一个批量同步 这个代价相比 这个Hoggle级的同步 可能会有一到两个数量级的 这个代价的降低 那第三个呢 我们说是智能同步 我们在内核里面 去打了很多点 去让它感知 这个实时的负载 如果我们这个实时同步 跟不上 我们有一套算法 让它切换成这个批量同步 那这样的话 能够在这个 我们说这个latency和throwpool上 自动形成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锤刀 OK 这是我们这个自适应能力 然后性能这块呢 大家也不用担心 实时数据同步这里 我们以一个单点来说 LTDB它能接受千万点 每秒的写入 那它的同步 一定是能跟得上了 那对于历史数据 我们利用这种批量同步的方式 单个节点的情况下 就能达到 数亿点每秒的这个分 可以把这个带宽打满 一般来说 可以到数百兆比每秒 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做法 那最后一点呢 其实是针对这个端云场景 端侧上传到云侧 这里面有一些流量控制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流量卡很贵 我舍不得这个流量 在这个做全量数据传输 但是呢这个数据不上传 也不行 因为要做这个业务上的一些处理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个RPC的选项 那目前呢 我们现在支持了五种RPC的算法 而且还支持这五种RPC压缩算法的 这种相互组合 我可以先用Snappy 再用LDPoach 那大刀的一个效果 大概就是说我们实时同步 大家可以做到十倍的压缩比 然后P量同步呢 在文件压缩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通过RPC的压缩 可以达到一个几十倍的压缩比 所以是流量的节省是非常可观的 比如说五兆比的带宽 这个压缩了三十倍之后 那原始的数据量 我们可以传输地 让它达到150兆比的这个数据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另一个极端 流量控制 我不希望这个东西同步 影响到我们这个阵上的业务处理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个 单数据导数任务的一个控制 以及全局这个流量的控制 总体来说 我们结合起来会非常灵活 然后呢 第八点来说 我们现在还支持这个 原数据的同步 除了数据之外 我们还可以支持 比如说像Steam 类似于Database 和Series TTL这种能力的同步 也支持这个全线的同步 然后我们知道 因为数据同步这件事情 在没有共识保护的情况下 也会引入冲突 没有关系 那我们是提供了 灵活的冲突处理机制 在无间路效果下呢 我们是能够实现 观测定义数据 云测汇聚数据 然后把冲突数据 自动给过滤掉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想提到的 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安全可靠这一块 这块我们其实写的就五旁字 但实际上在这块 我们付出了非常大量的精力 去做非常精细的调忧 比如说我们提供了 at least once的一个传输与端到端的这种一致性 其实是很难保证的 然后自动从事 断点续传 然后我们要保证 全链路的高可用 如果是分布式的集群之间 会让同步数据 其中一个当机了之后 自动会要over到另一个节点上 在数据会不会没有坏的情况下 它还是能够保证 整体任务不会出现任何的这个动动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可靠 我们提供了50家的这个指标 来做一个整体的这个任务 做一个这个trace OK 这块是一个 同步上面的概念 那实际应用场景上来说呢 我们给大家举一个 现场生产的一个例子 我们在这个保五集团这边 去构建了一种 典型的一种端边云 多级货布的一个场景 我们的设备呢 在这个车间测里面 去逐渐地产生 然后车间测呢 在每一个厂里面 其实会有一个大的 工厂测的一个LTDB 那车间测的这个生产的数据呢 通过数据同步这种PAP的方式 积连的到这个工厂测 这一块呢可以是全量的 也可以是经过一些筛选的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例子 CreativePAP 铝箔厂 到混沾厂 VidSync 我们定一个接收单节点 就能把这个车间测数据导出出去 然后工厂测的这个数据呢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上了 上到这个整个大集团的这个 保五的这个BUD的云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形成 30个多个工厂 像其中一个云去做一个集中的汇聚 这个过程呢也可以做一些定制 比如说云测的这个老板们 他们只关注趋势 那我们在工厂测 像云测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做一些降采样 那这块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这里面的一些小奥姆 OK 这块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降采样的这个同步了 吉连同步和降采样联合起来 就会有一些很神奇的这个画卷反应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端编民 在同步过程中 去做一个实时降采样的一个目标 那它就是想做原始 有效地去节约这个网络 然后去节约 从端到目的地的一个存储 和网络的摘宽 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 高要求的这种 实时同步的这个要求 那我们现在提供了 三种算法来做这个事情 应该是覆盖了大部分的 用户的这个场景 那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滚动的时间窗口 去做一个降采样 每个窗口采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旋转门 这块工业场景里面用的比较多 它是一种保行算法 上传上去的数据呢 它可以在大屏幕上 虽然经过降采样 但是它的形状 从可周化的角度上 来说它是类似一致的 然后还有一种叫变位采样 就是说我数据变化了 我才想上去做一个推送 那不变的时候呢 我一直就不推送 大概就是三种算法 然后我们的这个羽翼呢 可以是保证在计算资源 非常非常紧迫的情况下 也能保证它的降采样的这个羽翼 就是它保证我们输出的序列精度 不低于给进降采样的一个精度 这块是通过我们这个 整个内核的一些反压控制 包括这个 这上面的一些 折扣算法去实现 那最重要的效果呢 就是我们可以在CPU和内存资源 都极度收线的情况下 来保证这个任意数量的 一个降采样的能力 这块也希望大家可以去 动动手去试试 那第二个比较点心的场景呢 就是说我们端到端去做了一些 画单向网闸的一些实践 那首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什么叫单向网闸 它这个东西呢 常见于这种电力企业 我们看到左边是有一个 叫生产控制大区 右边叫一个管理信息大区 生产控制大区呢 其实它其实是连接电网的内网 它不能够和外面网络 去做一个这些空连 右边的信息管理大区 可能是一些公有云 也可能是一些私有云 但是管理大区右边的这些指令 是不能够正常送到生产控制大区的 你想如果它没有单向网闸的控制 直接送到生产控制大区 那相对于我们一些黑客 就直接hack到我们国家的电网上面去了 那对你这个电网传输 可是一些致命的作用 所以它的作用本质上来说 就是去识别一些这种 超越权限的数据反共和控制 这是它的一个业务语义 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说 要单独拿出来讲呢 因为它其实对我们的编程上 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约定的限制 比如说正向隔离网闸 从左边到右边 那它其实这个请求也没啥问题 TCP UDP都可以 但是呢 它对你的网络的应用性的回报 有大小一些要求 你只能从右边往左边 传回一个bit的这个数量 那多了之后 全部会被截掉 甚至直接会被截断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为它这种场景 专门去设计一种 这种网络紧急的方式 也不能用我们正常的 这种RPC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基于这种场景呢 也是去专门做了一个打磨 提供了这种端到端的 这种跨网闸的这个能力 那实际上也非常好做 我们就是基于这种插件的机制 去在我们最后的Sync程 去做了一种跨网闸的Sync 然后它的目标呢 其实就是说 能够在IoTTP 在这种网络分区的情况下 来进行一个沟通和说明固步 这里面有两点可以值得再提一下 一个呢 就是这个数据包的防御性的设计 我们采取了这种 两个长度码 一个校验码 加实际复载的方式 来保证这个 通过给定一些冗余信息 来支持这个我们的数据 不被这个网闸这种奇怪的东西修改掉 然后在实际的实现上面呢 我们没有办法用RPC 于是就手挫了一个这个 Java Socket的原生客户端 然后相当于是从零到零去做了个轮子 但是呢 我们最后去做了一个这种 这个性能实现上的对比 我们发现和 就是加万原生实现的 和这种我们说用RPC方向实现的 在整体的性能上 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这种缺陷 但是可能就会 少一些这种关联续传啊 等等的特性 但没有关系 他们的这种场景 不用这种特性 也不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种应用效果呢 就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 已经得到一些客户的上限 那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代码 这上面的一些实现 OK 这是数据同步这块的应用 然后第二块的应用呢 想给大家带来 是一个双坡集群的事情 那什么是双坡集群 这里先给大家简单地说一说 就是它是基于两个 完全独立的集群 去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它们配置完全独立 然后都可以去接受独立的读写 那业务呢 会通过双坡货物端 去连接两个这个集群 那它能提供一个 最终一致的一个保证 每一个独立集群呢 都可以一步地 复制到另一个集群上 它的数据 那两个集群数据是最终一致 那当然它的高可用 也能得到一个保证 当其中一个集群 挺低的时候 另一个集群呢 不会受到影响 那当停止集群的这个服务呢 我们这把它拉起来的时候呢 那另一色集群 也会把它这个停止时间 或者说缺制时间的数据 给它同步过来 那则达到一个这个一致 所以它有什么价值 在工业场景里面 双坡集群其实不是很标准的 那种分布设的集群 但是呢 它能达到一个最低成本的高可用 那允许在物理节点 少于三的情况下 这种算法实现的这种限制的 突破的双坡实现限制 来实现高可用 整体的话呢 我们在三个节点上 两个节点上 也可以容认一个集群的失效 那它能解决哪些困难呢 比如说若往环境下 达到高可用集群的困难 我资源不多 但是我要高可用 那这个方案可以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想做跨云 那可能就是两个集群之间 部署在不同的云上 我们也可以 私有云 归有云 OK 那我们如何去做双货集群呢 去流出引擎 没问题 也就是在发送的 A集群和B集群上 分别使用一个sicle 去做一个双货集群的绑定 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绑定和解绑的时机 都随大家 想什么时候解绑都可以 绑定也都可以 那简单来说呢 其实就是普通的一个数据同步语句 我们在这个sauce这一块的指令里面 我们去指定说 要不要转发另一个这种 同步过来的集群的请求 把这个双货同步之间的 这个巡华同步的东西给打破之后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这是我们双货集群 那有了我们双货集群 加第一个我们说的这种 这个集联同步的能力 我们可以再把它做一个组合 做成叫做数据集联同步 全链路双货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这种 这种端便云跨网杂的这种场景下 我们在每一个这个控制大区里面的 每一个这个控制区和非控制区 都可以去做双货热备 那包括网杂也可以双货热备 那最后到信息管理大区 它还是可以双货热备 任意一个节点在当中失效 那它都不会影响整体的一个活用性 OK 那第三个应用的话呢 想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 实时告警的一个场景 那我现在是在这个IoTDB的商业化公司 我们内部的话基于这个Pyvet的能力 去做了这种单序列的 这种实时告警的能力 目前我们在一个页面上去做配置之后呢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万级的序列告警 然后有多种规则的告警 然后呢 它这个告警的消息呢 最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Sync 去推送到不同的平台 这是一块工业生产上的一个 偏向于实时数据库能力的一个实践 OK 第四个呢 就是客户端的这个数据订阅 这块呢 其实有点像这个卡布卡 Parser 或者说MQTT 基于这种RockyMQ的这种做法 那其实我们也去做了一个 类似于这种 PubSub的一种模式 那Pub其实就是正常数据写入 然后Sub其实就是基于这个 数据库的这个客户端 去做一个订阅 那它的这个特点呢 其实也有几个 比如说它还是一个简单便捷的 我们只需要用LTTP 自己的多语言的SDK 就可以使用类似于卡布卡的这个能力 直接去订阅到这个数据变更 然后客户端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我们正常怎么去用LTTP的这个接口 它就可以怎么样去用这个订阅 那订阅的规则呢 其实也非常的灵活 有这个时间范围和序列范围的选择 这块是相当于和刘引擎那边 是直接进程过来的 然后我们也能提供最少一次的语益保证 那这块的话呢 我们也提供了类似于这种 消息堆裂的这种能力 比如说提供手动的 自动的commit的能力 也支持从这种保存点 去做一个这个恢复 那最后呢 它也支持这个断点的续定 然后我们在这块呢 也参考了大量的这个 消息堆裂的编程范式 我们提供了这种 push的consumer和boot的consumer 然后最后一个 可能比较有意思的点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IoTTP的底层文件 它其实是tsfile 现在已经是一个 Apache的顶级的一个开源项目了 那目前我们实际税库 还提供了这种 直接订阅存这种文件的这个能力 那这块能力有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做啥呢 比如说文件的备份 文件的分析 数据的集成 那比如说我们制造这个 Streampipes里面 它是可以直接 从一个文件哨子去做读取的 那么我们这里就可以 基于IoTTP 这块文件订阅的能力 和Streampipes直接做对接 然后去做后面的数据分析 那还是比较有趣的 然后第五个应用呢 其实想提的是 这个Flink City City 一个Connector 这块的话呢 其实是在我们这个 IoTTP的Pipe的Sync 这个地方 我们做了一个 Web Socket的实时推送插件 它能够感知到 户内的这个订阅变更 然后推送到这个 Flink SQL的这个扣端这块 然后我们举了个例子 用这个Flink SQL 去实现IoTTP的数据间的级别同步 纵然已经 已经LTTB自身的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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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可能性 第六个的话 其实就是一些 我们说协议模拟上的一些实践 我们有一些客户的话 其实他也在考虑说 我们直接去写数据库 不基于前端的一些 消息堆裂的产品 数据过库的同时 我也能够提供类似于 像消息堆裂的订阅的能力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实践里面 去做了一些协议模拟的事情 我们先介绍一个场景 现在我们有个客户 它也是一个这种 带有这种正向隔离网闸的场景 它也有一个 左边的这种生产区 和右边的一个 非安全区的一个事情 那左边的这种生产区的数据 它一定要存下来 因为这边会有一些业务去访问它 但是这边的数据 又不能被那种 非安全区的应用所访问 那没有关系 那正向网闸家 左边的这个LTDB 它就正常地在这做数据服务 但是同时 它通过跨网闸的能力 先推送到外网的LTDB 那外网LTDB 实际上他们也不想直接读取 因为他们会有一些 协议上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他们想用MQTT server去读取 或者说他希望使用 OPC UA的这种方式去读取 那我们就通过 这个外网的这个LTDB 去做一个数据推送 但是它可能是一个 MQTT的Sync 也可能是一个OPC UA的Sync 去做到一个LTDB 到另一个消费型的 这种Server的上面的一个推送 然后最后客户端呢 去直接访问的是 他们推送出去的那个Server 当然这个Server 我们一定程度上来说 它也可以内化到 这个网杂外的这个LTDB上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实现了LTDB 这种内外网管控相互配合 然后的这种尺件 OK最后的一个应用呢 我想是提一下 我们最近一直在考虑去做的 这个流式聚合物化的这个能力 那最典型的场景呢 就是说 我们希望有一些计算 去Scale到我们的边测场景 性能不是很高 但是它可以把这些数据 给打散 运用之后呢 真正把真正有用的聚合数据 我们再选择性地 同步到这个云测 边测计算 云测汇聚 云测的去分析 这样的话这种模式就打通了 然后目前我们提供了一种 滚动时间窗口的分窗语义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去提供类似于均值 峰值 方差 等等这种工业属性比较强的 一个流式计算的一个算子 然后这一项呢 下面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图了 然后数据呢 正常先写入存储引擎 然后呢 被这个流式聚合的Pipe捕获 复理完之后再写回存储引擎 然后这一块的数据呢 会被数据同步的Pipe捕获 重新的重复到云测 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链路 OK 然后一口气讲了 这个七个应用啊 其实还有很多想跟大家讲 但实践原因 这个没有办法给大家 完全地去展开的这个讨论 那总体上来说呢 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并没有想去代替Fling 或者任何的搭书于组件 我们只是希望在解放 我们的这个生产力的同时呢 来降低这个整个的生产成本 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 叫One Side Feet Sol 这个呢就是在端别云子的场景下 我们需要一套架子来扭转端别云 那另一点呢也希望就是说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产品之后 大家可以下去手动的试一试 第二呢就是看看能不能给我们的这个插件 TET贡献 MQTT插件 然后卡布卡的插件 我们都很支持 好吧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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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